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台北慈激医院医疗团队紧急救治处理救回一命 张耿辉健康重返市议会参加定期大会 包括市长、议长以及议员同仁都前来关心 也呼吁市民好朋友务必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如果发现有症状一定要及早就医检查治疗 健康重返基隆市议会参加定期大会开会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感到非常开心 包括市长谢国梁、议长童子伟以及各党派议员同仁们 也立刻上前慰问关心 因为张耿辉近日传出急性心肌梗塞 幸好家人及时发现不对劲送医检查治疗 经过台北慈激医院医疗团队紧急救治处理 完成心道管手术救回一命 因此张耿辉也呼吁市民好朋友 务必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如果发现有症状千万不要拖延 一定要尽早就医检查治疗 要不要拖延一下 不要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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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他声明不好 他人话变成世界争取 他人话变成世界争取 看大家都这么关心 他们大声一种 我同学 31个不能少一个 我们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他说你要帮我介绍对象 每一个一言 对 其实每一个一言在那边 对 真的很重要 真的都在拚了 拚了你就放我拚了 张耿辉表示感谢老天和台北慈激医院医疗团队给他重生的机会 其实一年前已经有胸闷等症状 因为服务行程多 自己忍耐不以为意 终于导致急性心肌梗塞发生 差点丢掉性命 因此希望以自己为鉴 提醒各界好朋友 千万不要轻忽自己身体任何的状况和问题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尽快推动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 基隆市政府编列3亿8千多万元 追加预算案 等待市议会审议 不过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发现 基隆市政府不但在公车车体登广告 连市长谢国良也亲自上街发送面子 恳请议会支持这项追加预算案 让民进党市议会党团要求市长 讲清楚说明白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市议会定期大会一召开 原本要进行市长谢国良首次的市长市政总报告 不过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集人郑文婷和市议员张浩汉 提出临时动议 要求市长谢国良先回应自己亲自上街发面子 并且在公车车体登广告 恳请基隆市议会支持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 是什么意思 这个预算到底从哪边来 这个广告费是谁支付的 为什么要在开议的今天 让这样的车体广告上路 我认为在这个市长的市政总报告之前 必须先把这件事情厘清 如果议会没有人在今天之前就公开 或者是说这个预算绝对不能过 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 我不希望说行政权要介入到我们监督者的相关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 要不然的话讲坦白话啦 如果今天我们行政院长在四处的一个车体广告上面 希望立法院同样要通过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道我们立法委员就会坐在这边说 哦好我同意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国民党市议员健壮也发言 希望大会主席议长佟子委要依照定期大会议程 先让市长完成总报告 我们进入程序等市长总报告完了之后 再请各位议员提出意见就好了 电动车的政策只不过是市长政策 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我希望主席能够依照程序来进行 马上进行市长市政总报告 然后至于说刚刚有讲到说立法院各方面 我想立法院的部分的话 都有经过很多的讨论或者是质询 其实跟我们市议会也是差不多 其实大家在网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于也可以去立法院看 那另外的话讲说行政指导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严重的 对啊这个部分的话我是希望说 我们在大会期间的话 大家还是以我们的所谓的 这个市政总报告为一个核心 我想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再请我们市长充分的再补充说明就可以了 我想不必在大家议这个程序问题 再做研讨 因为这个议政的效率是大家共同期待的 以上 经过议长同志伟沃玄决 决定让市长先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 我想谢市长都已经非常清楚 大家的意见跟想法 我想就请谢市长待会做施政报告的时候 优先把刚刚议员提出来的案子 做一个说明 反正都在施政报告的系统里面 好不好 而市长谢国良也在施政总报告中 推动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这部分 直接回应议员的质询表示 上街发面纸等车体广告都没有动用到公帑 完全是自己个人出钱 主要是个人认为 希望让市民朋友能够了解到 这个预算目前的进度 也是真心的恳请议会来支持 现在有很多的青年朋友 只要看到国良 就常常在询问这个案子的进度 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热切 而且很期盼 未来的这个政策的施行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跟各位跟议员来报告 目前是有面纸以及公车看板两样的文宣品 目前已添购已经进行当中 那因为考量到这个做法较为不同 那我们这边是以我个人的部分 来帮他吸收 并没有运用到基隆市政府的公帑 那这个是我本人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议员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那我虚心接受议员给我们的建议 或许在寻答的时候 可以跟议员们在共同讨论 如何进行较为适当 谢国良强调只是希望让市民朋友了解这个案子的进度和施行 也真心恳请市议会支持电动机车追加预算案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所推动的 基隆青年公益电动机车专案 目前已经陆续亮相 有两个车厂的三台机车 在基隆市政府大厅展出 吸引民众目光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的办公大厅入口 非常显眼的地方有三台机车 这三台就是中华跟光阳的合格电动机车 希望能够参加市长谢国良所推动的青年电动机车专案 由于许多人都很好奇实际的车辆涨得如何 因此市政府特别将实车公开展示 我们现在就是欢迎所有的国内电动机车大厂来跟我们提案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来参与这个计划 但是不会限定任何一家来参与这个计划 我们的理想上也不希望只有一家来参与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提供他们最好 他们认定上性能最适合 但是又愿意把价格抓在一万四万块一台左右的电动机车 因为那个符合我们的地方跟中央联合补助下 就会变成免负担车体的价格 根据媒体报道 这次光阳机车会加入基隆电动机车专案 主要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提出了零元手机的概念 打动了业者来加入专案 谢国良希望大家一起来促成这件好事 帮助年轻人也达到节能减碳的世界趋势 所以我就是很努力的在说服各个厂商 就是各个企业 就是说你们就是是亏点 跟基隆市政府合作 然后把你们价值很高的这些电动机车 尽量四万块就要让给我们 但是你们可以赚到名声 可以赚到市占率 可以赚到你们的企业形象 我就是这些所谓的交易 所谓这个我们前市长的说的那交易 就是这些东西啊 所以这些厂商是我们也算是很努力 去不断的去说服他 所以你说这零元手机的概念 也是我过去曾经在议会有报告过 然后也是我跟柯董事长来说明 说其实你应该以你的这个市占率去做考量 你应该如何快速的增加你的用户去做考量 你先不要在乎这个跟基隆市政府合作 你每一台车好像成本上你有一点吃亏 你未来你会这个取得更多的市场优势 可能就是因为你跟基隆市府有合作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想办法去说服他 所以我觉得我的论述是清清楚楚 而且非常有根据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继续诅咒我的电动机车政策 我们五万台的机车每天在路上跑 所减低的这个二氧化碳 真的对基隆的空气品质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大家都在谈减碳 因为这个地球如果不减碳 总有一天地球会走向毁灭 这个是最起码我跟大家报告 前那一天就是跟光阳回来的第一天回来 我前几天跟美国人在谈 都在谈这个东西 现在美国人大规模大幅度都在谈如何减碳 我们蔡总统在进行这个碳交易 无非就是要透过企业行为 个人行为跟各式各样的这个工法人行为 要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所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跟政府相同的 我们的郑文燦副院长也提出了月支费 要有一些减免也是同样相同 目的就是要把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器具车辆 希望能够变成电动化的绿色运具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没有错 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一些祝福 市长谢国良强调这个专案 会让基隆市大幅的节能减碳 让机车的空污有效下降 而这样的减碳趋势 也符合目前国际所要求的重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 计划推出基隆卤肉饭大胃王比赛 目前规划在11月份要举行 希望来打响基隆卤肉饭的知名度 它的特色是它的饭米粒一定要非常好 它的猪肉是半肥半瘦 这样是最好的 而且我听说好的卤肉饭是要黏醇 吃起来然后你看满满的 对不对 焦质 真的非常好吃 针对基隆道地美食卤肉饭 参与记者会的主讲人分别说出 他们对基隆卤肉饭的印象与感受 我觉得卤肉饭很棒是说 它因为它很软 对长者很好 那又有肉 长者最需要蛋白质 又有点油分 那它弄进去之后 比你做的那种一般老人书好吃太多了 对 入味 比较入味又香 他们是好爱吃卤肉饭 我们常常去买给它吃 它又有营养嘛 而且我们基隆现在有油轮 其实外国公安课也比较能接受卤肉饭 它比较不会像一般的一些小吃 可能会 臭豆腐 对他们可能 像这个就一般的外国人也比较能够接受 像汉堡加在饭的上面 对 哈哈哈哈 以前高中 高中下课的时候 就很常跟朋友会来 会来庙口晃 然后乳酪饭是个选择 然后吃完乳酪饭之后就跑去吃那个 三兄弟豆花 对 吃完咸就要吃完甜的 这对一个高中生来说刚刚好 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基隆的精神 因为以前这都是那种打工人士 马头工人 他又很快速 对 假扮的服务 对 我有听就是之前看说那个就是像庙口那些卤肉饭的 他们那些就提到说他们传承的那个意义 就他们如果看到有工人来就会特别给他打工 再多一点 这就很有基隆的味道基隆的故事 人情味 对 基隆人情味 还有基隆市一个港口城市 他的这里整个渊源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碗卤肉饭不只是卤肉饭 成的基隆人 对 没错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的卤肉饭大卫王比赛说明记者会 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官销处处长郭继 与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向外界说明市政府希望透过活动来行销基隆非常好吃的卤肉饭 那这场比赛呢 我们预计会在11月份的时候来举办 那目前呢 报名的方式呢 我们初步是规划说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来进行报名 那报名的组别呢 有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以个人的方式来参与竞赛 那第二种呢 就是以我们团队竞赛的方式来进行 那在于行销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会邀请呢 网络上知名的这种 这种大卫王的人气网红 并且拍摄相关的影片 上传到YouTube上面 来增加基隆美食的知名度 来带动基隆整体的旅游的热潮 那行销活动会让全台湾的人都知道 基隆除了很好吃很棒的卤肉饭 然后呢跟别人不一样地方 更重要的是还有推广我们所有的美食文化 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 应该有看到市长对这个卤肉饭大王的 比赛大卫王比赛提到说 哇他在光读这个 整个他要去施政的这个愿景啊 他都开始对这个美食流口水了 甚至他还有提到说 他自己都想报名了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争取到 就是议会能够来同意我们的追加预算 然后来办这场的活动 那因为我们知道基隆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天然的美景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办很多 就是有主题性的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到基隆 那我相信呢 有对基隆庙口不陌生的 就会在庙口里面 常会看到 哇好多的卤肉饭的店家 那我们就希望说呢 能够特别的把这个卤肉饭的美食 能够把它推广出来 并且让更多人来到基隆能够就知道说 哇 基隆要办卤肉饭大会王比赛 那我要来吃吃看基隆有哪一些好吃的卤肉饭哦 那我们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有品牌的一个庶民的美食呢 来结合我们基隆的观光 希望能够来吸引更多人来基隆探访 来基隆观光 基隆市政府方面强调 希望透过活动行销 来打响基隆卤肉饭 成为城市的名片之一 未来希望能够像台北牛肉面节一样 透过活动把在地美食文化推向国际 成为外地游客来基隆必吃的美食之一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马林山区贵竹笋 一般在清明节后开始采收 今年因为气候异常 盛产期晚了一个月 许多游客特别预约到 七堵农场体验采收乐趣 贵竹笋目前平均每台金160元 价格略涨 初期产量少 供不应求 来到竹林里 土堆中冒出一小根笋子 游客看准目标 轻轻一拉 顺利拔起 刚拔起来的贵竹笋 新鲜翠绿 小朋友拔完一根 接着一根 但如何去壳 可是有小技巧 这样转 这样转 这样转转 这边也一样 这边也一样 基隆七堵马林的贵竹笋 每年清明节后进入产季 今年因为气候因素 采收期延后一个月 最近贵竹笋陆续冒出 北部封面又接连报道 刚好营业了雨后春笋 不少游客把握机会 预约到农场采收 体验大自然 它可以采又可以剥 又可以亲自去体验 对不对 回家又可以怎么说 把它剥皮 又沙沙 放在冷冻库 一般如果住在像台北的地方 很少接触像这样子的大自然 我觉得今天来采这个贵竹笋 我觉得很有可以体验 那个乡村感觉 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 一般是清明节过就开始采了 因为今年气候就是不稳定 忽冷忽热 忽冷忽热 对这个竹笋的成长 就会比较差 今年的产量 像我们过去 每天采连壳 带壳差不多 我们一天可以采差不多200斤 但今年到现在 一天采不到100斤 为什么 因为气候的关系量少 量少 而且现在 这个有一些 那个什么 动物的 损坏 就是三腔 三腔跟那个松鼠 吃很多 因为三腔 它差不多五公分 它就把你吃掉 即便初期采收的贵竹笋 只有一点点 但笋笋还是得送来加工厂 直接一群人蹲坐着 手练的把笋壳剥去 最后拿去煮熟 才能够包装好 送到市场 现在正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贵竹笋的产器 所以说我们刚好也是配合农油 然后在我们的马林休闲农业区举办一个剥贵竹笋的趣味竞赛 那因为这个其实产量其实没有很多 所以农场现在都搭配着让民众来做体验 实际来采笋 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剥笋壳 或是什么煮或料理 让他们从土地到餐桌都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 所以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体验 今年马林地区的贵竹笋价格略为上涨 每台金来到160元 但仍然供不应求 受到民众喜爱 去年的产量 我们去年就一开始就是一台金 就是卖煮熟的 一台金卖150 今年是一开始 就开始卖160 但是现在都供不应求 最近北台湾封面报道 接续下雨 农友希望老天赏脸 让他们多一笔收入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客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离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基隆市安乐区基金一路的 进挖期将到今年11月到期 沿线的新寮外寮五轮 以及新轮等四个离里长 向立法委员蔡世英 澄清有关电感下地和管线问题 蔡世英也特别邀及相关单位 进行协调 由立法委员蔡世英 亲自主持的协调会上 基金一路沿线 市里里长发言踊跃 就是希望路旁林立的电线杆 能早日下地 还给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 同时解决自来水管线 老旧的问题 不断上去 造成这一个很大的困难 经道做完之后要调整高度 不要与路面差别太大 老人要白起来 任行协调起来 你任行协调里面的水高 加深加宽 这是一定要的 包括基隆市议员洪森永 与五化家也都出席呼吁紧速改善 对此立法委蔡世英表示 基金一路的进挖期将在今年11月到期 因此他特别邀及台电 自来水公司 新农天然气 与电信业等管线单位 与基隆市政府共同协调讨论 希望在进挖期到期前 能先完成电杆下地 在水管线态换等施工规划 一起施工减少对交通的冲击 也降低基金一路 人行道上的路障 基金一二三路是 适应在担任立委这段期间 协调中央公路总局 把它从基隆市管的道路 变成中央管的道路 那中央管道路之后 在先前做过一次 全面的跑不出 那这个时间也已经到了 可以到这个道路 重新铺设的时间 那这段过程当中 适应跟我们议员 包括洪生有洪议员 吴浩家吴委员 我们都也另外推动 一件重要的工作 就是跟我们地方的里长 一直在推动电杆下地的工作 所以是以这一切 邀请了台电水公司 等等的相关管线单位 一起来开启调会 希望借着这一次 道路重铺的过程当中 把台电的电杆下地 以及水公司相关的管线 重新需要埋设的 太久换新的 一并来做沟通处理 那适应跟我们议员都觉得说 如果能够加这些单位的意见 都整合在一起的话 不论是工程的施工 或者是预算的执行 都会比较方便跟快速 那这也是我们沿行的几位里长 都一直非常关心 也是我们的居民都非常关心 能够尽速来改善 那因为基金123路 它不但是一个 基隆市重要的连外道路 目前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观光旅游的一个地区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 整个整体道路景观的改善 可以让所有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变得更好 最后协调结果 蔡世英要求台电 针对各路段电改下地 在一个月内提出规划 在水管线泰换 则以紧急抢修方式 向公路总局申请入证 并做交通维持计划 减少交通冲击 其他单位相关工程 需一并施工也请联系办理 期盼在11月进挖期过后 各单位的施工改善计划 能整合好 年底到明年第一季的施工 能顺利完成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 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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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